好 大家好 我是杨杰 看一下瓜 你看那边有两粒 塑料遮的看不见 底上这里好像有一粒 然后我老公还要把这样收起来 那就剪掉了嘛 不要塞了嘛 总之没孕哦 快点 给我剪下来 你放在台湾村一下 都是隐化 竟然爬高了 赶紧给我处理掉 我老公又爬高啊 搞他的这种小网易 就爱搞我的遮阳网 搞不清楚台湾村来了 又出场啊 今天还算可以 今天就是遮阳网买薄了 三针的 这个承受力不是很大 大家看一下这一棚 这棚也很漂亮了啊 这叫科罗地亚玫瑰 很努力长七根啊 科罗地亚玫瑰 嗯 一边还是红色的 这是沙漠之星 沙漠之星 很久没看过多了 然后看一下 这个是鱼燕做的 这个是海啸 海啸好像当时还 是不是黑骨的一个头被我扒掉了 海啸 这个是白玫瑰 这个都是阿普 你看阿普就这样 叶片干了就把它掰下来 嗯 紫针珠也就是这样 很喜欢消化叶片 你看 地板上都是叶片 特别这个彩虹糖 嗯 这一株应该是绿蝶 这一株应该是绿蝶 绿蝶也很好痒啊 你看一下 这绿蝶 绿蝶 很多这个枯叶 绿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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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体来说还是 没什么问题哈 主要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我的 红粉加了 去年的时候 红粉加了 现在还没有展露它的分彩啊 要到 呃 7月底了 7月底 8月初 这样子啊 今天我还把它换在 遮羊碗下面三针的 如果没地方画 可能要摆在那一排 咱们那一排也是鹿羊的 六盆 红粉加了 啊 还没有占换它的美丽啊 来看一下 今天今天的气温 不是很高温度啊 经常时不时会下雨 这些东西其实多了 还是能够经受住那个 太阳的 嗯 天鹅虎又长 我觉得这个怎么 是头还是花 应该是花 哇 夹掉啊 哇 挺硬的 这个应该是爆头 长在那个叶星的应该都是花 花剑 嗯 看一下雨滴 雨滴啊 我都是鹿羊 大概都啊 长得那么茂密 啊 给它鹿羊 给它晒这种 这 这货 我觉得这个品种啊 也是要略的 狠狠的绿 你看 这个 这个就是石头面纱 要小心它有虫子 没有虫子 它就长得很好 这个一样绿啊 这个一样绿 好好的给它绿 它才不会土长啊 一定要记得大家啊 这个都好像被我晒干了 绿绿绿都被我晒干了 每次大家会长 这个杆也太厉害了 嗯 有的可能 去年就有点晒粘了 今年也就晒这样 晒 我都是给它狠狠的 狠狠的略 没略的啊 冷不定就给你出问题啊 大家不要把多肉当成命一样 除非你买的很贵的多肉当成命 像我这样都比较啊 年价的 嗯 我就 我就给它 这样的环境啊 这样的养 养护 嗯 哪一天美出来 美出天际 你都不知道 嗯 这个就是科罗伊 漂亮吧 科罗伊啊 其实我这一棚 我今天叫我老公就搬 搬下来 拍直播给大家看一下啊 啊 我叫我老公搬 大家看一下 现在搬下来了啊 搬到我这张桌子 可以存荒味的 给它拍一下 科罗伊 不错吧 啊 哎呦 这里哦 当时长花剑 我太吃花剑了 还有个虫子 可能还在那里吃 大家看 所以长花剑一定要掐掉啊 长花剑 它容易把我们的头 嗯 长坏了 它没有形状了 但是我还给它 因为这个 这个是续合 配它续合好像 当时有干了一个小头 有干掉 嗯 给它配 因为当时种进去 种进去 呃 这里比较单掉 那后面它又抱了好多好多的头 这个品种也很好呀 漂亮 啊 今天的视频啊 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转花 拜拜